好,咱们现在一起做长寿工 长寿工第一件没有动作是咽口水 舌头是在嘴里轻轻的向左右搅动 外表别人是看不见的 这个可以自肺病,肺癌 哪里有病,舌头就在哪里搅 搅了以后,让它这个口水咽到下面当成 即发薄能力让它发的 好,第一节没有动作 现在就不用做了,我们一起做第二节 长寿工的第二节 生姜,日野,润猪走,开始 向下走,向内转 轻轻想到有个火球 手上有个火球在滚动 跟马铺 这个手哪个手在前在后都无所谓 往外的手是向外挂前 在头顶哪只手在上在下都无所谓 没关系 向下是走内滚 然后往后是走走滚 向上 手上 手上这样子转动 有一个火球上下在走动 但是体内有一股气 从润多尔梅上下在走 来回再转动 长手工是接近进工的打坐 一般进工打坐就是要做这个长手工的第二节 还有第一节是咽口水 现在是外表有这个动作 所以打坐的时候不用需要做这个动作 是要静 第三节 内转开启性八卦 刚开始是由五脊 画一圈 从左向上 向右转圈 由小到大 中间往下走 发太极 两路长为太极圆 从中间往下走 从中间往下走 整八卦 一 二 一就是伸直 一就是弯膝为一个卦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一边四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六 七 八 一边四个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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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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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八 八 八 五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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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掌位五级,从左向上向右转圈 这个是顺时针,不能缓转 第四节,大砖逍遥,乐乌幽 左右摆动,由小到大 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做一下这个第四节 逍遥,逍遥,由小到大 眼睛看着自己的手 一二三,转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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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下反备 一二三,转一圈 一段手把自己整个包围住 等六百度 一圈 三三,转一圈 十分之下 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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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 上下 平行 一定要注意呼吸 这个呼吸 不去管它 自然而然 有了呼吸就不自然 好 由大到小出锅 回到第二节 好 第五节 大雁同工 降继响 先表示 大雁的尾巴 左右轻轻摆动 好 分开 看大雁先起飞之前 它尾巴要删几下 然后它起飞 飞一下子宝 再删一下 然后脚尖扇上一台 好 往上飞 第一眼睛看哪一只手 好 飞到空中开始飞起来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像小两样 在空中给飞起来 这个动作怎么走得行 无所谓 这个手 有些老念人 可能心疼不行 有点累 我们可以这样子都没关系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像自己是一只鸟 被空中给飞起来 这是画八卦 一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对 不坐在那边缩毁 好 缩毁 第六节 浪里行中飘海洋 现在我们上大海里去了 在大海里自己坐着一只小船 这个水一浪高一浪低 长潮的时候波浪很大 然后一下 一下 心情不好 我们就到大海里去飘洋 两手交叉 向上 现在自己在舀卤 自己做几遍都无所谓 自己做几遍都无所谓 有时间你就多做一会 没时间少做一会 没时间少做一会 没关系 还可以继续做 长手工一定要安静 好 手工 到第二天 第七节 白鹤谈破定神丝 好 开始 我们向这个白鹤 就站起来 就像在一个大池塘里 有一条鱼在那里慢慢游 让我们这个手 代表这个白鹤里头 再很久 这个鱼不注意 我们就轻易地刀这个鱼翅一样 主要是定自己的行丝 绝肩先点地 前面要是没地方 我们可以站过去 有一条鱼翅一样的鱼翅一身 然后最后再招开 这个鱼翅一身 我会看到一条鱼翅一身 吴松少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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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